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一个中国好朋友过生日带我去吃烤鸭 烤鸭味道醇厚 肥而不腻 从此以后我爱上了烤鸭 回家告诉了我的爸爸 我们的家人也爱上了烤鸭 家人在外面吃饭时 我一定会叫家人去吃烤鸭 每次有客人到北京来时 爸爸必定会带他们去吃烤鸭 烤鸭表皮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是美容的佳品 女孩子吃了会越吃越美丽 但是皮中含油量比较多 所以不适合我们韩国人 清淡和辣的口味 我认识很多韩国人吃到鸭皮时 会说想吃天气 天气是中国人所说的 韩国的辣白菜 长大了之后 我会和同学们一起聚起来 一起吃烤鸭 如果朋友从韩国过来 我一定会带他们来吃烤鸭 若没有吃过烤鸭 那就不算是游过北京了 您以食为天 是以安为先 又以胃为本 因为烤鸭使得我更爱北京 开始吃吧 你看那茶汤包都切糕 芝麻又散 你尝那羊头砸碎 冠肠还有肉串玉瓦 小姐 我认识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